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有爱的家庭 父母感情和睦 很少吵架 他们对我态度和爱 说话和气 目光中都充满着慈祥 他们和我身边所有父母一样 给我很多宠爱 我也和身边所有的孩子一样 在跨境大学校门之前 从没有离开过家 独立自主的能力 就更甭提了脱离父母 独立生活对我具有巨大的诱惑 让我无比向往几年以后 我终于在别的城市上了大学 第一次离开家 心里的孤独感一下子跑了出来 记得刚开学的时候 宿舍里的同学一给家里打电话 就哭鼻子 每到节假日 大家更是片刻不停地往家赶 有同学回趟家 要坐一夜的火车 这也阻挡不了大家回家的步伐 回家的快乐和被亲情包围的幸福 感染了窝窝 也恨不得马上飞到父母跟前 与他们团圆 假期终于要到了 我给父母打电话 告诉他们 我准备回家 母亲却说 近来他们比较忙 要没什么事 就崩回来了 在学校看看书 或找份兼职做作 母亲的话 使我酝酿已久的恋家情绪 插那间就没有了我 无法理解父母的反常 心中暗暗埋怨父母不体谅我 无精打采了几天之后 我不得不开始规划 怎样熬过漫长的假期假期 那校园寂静得很 我在图书馆看书 给杂志设写稿件 发现在难得的寂静中工作 是那么美好 大学三年级 我回了趟家 母亲第一眼看到我时 脸上满是心疼 但瞬间那情绪就被她掩饰起来 我心中飞快地闪过一丝一惑 他们在隐瞒什么呢 那晚我躺下怎么也睡不着 半夜听到母亲还在跟父亲唠叨 孩子比在家时瘦多了 肯定是吃苦了 可他的变化还是挺让咱们欣慰的 接着是父亲的声音 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 不吃苦 怎么长本事 社会不需要只会享福的人 我悄悄走出卧室 看到灯光下父母不舍的目光 头上新增的白发 和眼角越来越深的皱纹 顿时什么都明白了 不由得热的盈眶 不由得热的盈眶